为应应中国可能对台发起经济金融策略战 引爆台湾区域甚至全球性经济危机 台湾金融研训院与美国智库近期针对相关状况进行兵推 日前在华府发表报告 代表金融研训院分享成果的研究员陈提珍表示 台湾面对威胁必须有及时获得应急资金的能力 因此提出两大做法 包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IMF及台美签订货币互换协定 最重要的是IMF是保持国际货币的危险 发展到国际货币的危险 第一步是提供台湾进互联系 与提供台湾进互联系 有别于其他国际组织采取一国一票制 金融研训院指出 IMF采加权计算表决权重 若手握大权的美国相挺 对台湾加入事宜大利多 IMF它是投票权 它有加权 比如说美国一国就有17%的投票权 这个所以说假如美国愿意结合其他民主友邦来支持台湾加入 那个胜算就非常大 台湾的金融任性对于亚太或自由民主集团的 那个繁荣稳定非常重要 我们以这个来诉求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作战主任蒙哥玛利认为 这次的兵推报告虽列出中国可能对台寄出的多种脅迫手段 但中国可能已有规划的作战蓝图 兵推团队却还在努力确认风险的阶段 在兵推中扮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研究员辛格顿表示 他设想习近平破台的目的 是要达到血弱台湾民众认为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的信心 手段寒瓜多元 但他认为中国人会试图避免触及美国的红线 让美国没有理由介入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华盛顿报道